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安康健康网的讲座 全面了解衰弱症 早晨各位,我是Barbara Ho和陈雨池 我是一名注册护士 也是安康健康网的首席护理主任 今天我是做大会的主持人 网上的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今天安康 线上中文健康讲座,全面了解衰弱症 好了,那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安康 安康健康网络是BC大学医学院数码急救医学部发起的一个项目 是由执行董事何健涛医生领导,已经创办了超过17年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以可靠的健康资讯、社区资源和网络 向BC省里的多元文化社群、病患者、家属和社区成员提倡有关万性疾病的教育 预防的方法和自我管理 通过这些健康讲座,工作坊或是运用网络的技术 来提升病者对疾病的认知,教导他们有效的管理生活习惯 降低疾病的风险,以及提倡正规治疗方式 亦同时与民众探索一些可靠的健康网络和电子工具 提升大众对电子科技的认知,以及如何用它们来改善健康的质素 好,来到最后一位嘉宾,他是一名资深社区工作者 他在社区服务了很多年,他是一位注册精神科的护士 他带给我们很多本地大温区的资讯服务 政府有什么服务,大家可以参考,大家可以去选择 如果有什么问题,应该接触哪些人呢? 我们现在留意一下,听一下Winnie和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Winnie,今天我很高兴上来Icon这个讲座 我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就是讲一下 有些什么社区的资源,又或者是如何去找它们的服务 然后我就略略地讲一下去療养院 或者长期护老院的条件是什么 最后我们就讲一下预先护理计划的选择 当我还没讲之前,我很想介绍一本书给大家 这本书是BC省长者的指南 你们可以去社区或者他们有书给你拿 最方便就是上去网站下载他们的中文版 那里面有个资讯是非常丰富的 还有电话,有其他的资讯给你去看一下 那其实有本书中可以放在家里 就是用来开门也好,是不是? 好了,今天我就讲大约是社区的护理 成人日间服务 我现在就讲讲家庭的赞托中心 那赞庭赞托中心就是Family Respect Center 其实这个也是政府资助的 那怎样去拿这些服务呢? 那就是你家附近 我们就分地区的社区卫生局里面 个个案经理可以帮你的 那里面有什么呢?就是其实 是都好像老人院里面 就很少房间的 但是就被那些老人家 就是暂住一段时间 比如家人有时我要去一下旅行 但是我家里的老朋友 又没有人看着 所以这些就可以放在那里暂住了 所以我知道每一年都可以煮三十日 我们继续说其中 接下来就是特殊的需要接送服务 就是Handy Dark 一个黄色的巴士 如果你想申请 譬如我要上去看医生 你可以预约他们来接送你 他们的申请表 你可以下载在他们的网站里面 当你下载了申请表 你可以去家庭医生 他可以给你填妥去 你就寄去 或者有时我们去日陀中心 里面的负责人都可以帮你申请 或者是社区的个案经理都可以帮你申请 然后就是送餐服务 送餐服务是Milsonville Milsonville就是一群的社工 一群的义工帮你送餐 他们有饭 有菜 有汤 其实给那些老人家在家里自己自住 又不想煮东西 都是其中一个选择 最后我就想下载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毕斯省的 Alzheimer Society 阿兹凯曼症协会 里面想去的网站 是非常之多的资讯 好像我们老人家里面 或者有陆需脱症 那家人就想 拿多些资料 如何跟他们沟通 又或者想知道病情是怎么样 因为病情是怎么样 变化里面是非常之多的资料 另外就是一个电话 用来毕斯省的健康面致 Health Lane BC 它是一段的专业团体 所以就会解答你的 关于医疗的保健系统 家里有什么病痛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你可以打个电话811 好了 这些网站 资讯就是 如果你振有时间去 体育的话 看看有没有适合你们的 写下他们的电话 或者他们的网站 这样就 看看有没有用给你们了 好了 今天再详细 今天讲一下 我们的家居护理 就是HOME SUPPORT SERVICE 那HOME SUPPORT SERVICE 都是我们政府资助的 主要就是提供 个人的支援服务 他们有什么 例如 你需要别人帮你洗澡 或者去厕所 又或者做热的菜 送菜 最后或者 我要提供你吃药 那是怎么样去 拿这些服务呢 主要都是 刚才我说的 就是你社区的健康院里面的 国安经理 就和你申请的 通常呢 最初呢 你就是 要打一个 健康院的热线电话 那就在那里 你留下你的口信 你的老人家的名字 他的carecard number 和他需要什么服务 那当那个负责人 给你个电话 你的时候 查询更多的资料的时候 当如果他的服务是合格的 他是可以的 那他们呢 就会转介回 你的区里面的社区 的维生局 你的个案经理 他就会上来家房 再评估 你有没有需要什么服务 可以帮你了 那接着就是说 除了家居扶利 成人日监服务 都是政府津贴的 一样都是各个案经理 帮你申请的 很多时候 家里的老人家里面 经常都是 或者独处 又或者家人 经常都要去上班 一个人在家里 百万别了赖的话 所以呢 成家 成人日监服务 是非常适合这些老人家 那他们通常是怎样的程序呢 就是说 早上 他们大约九点几至十点钟之间 就来接送一个老人家 就是我刚才说的 Hindy Dark 暴龙式巴士来 那去到那里 通常就是 坐下喝杯茶先 大家聊聊天 那就做一下运动了 那接着呢 又做完运动之后 那或者他们会参与其他 譬如有游戏啊 做客户工艺啊 那有些中心里面呢 都会有几张麻雀桌 给那些老人家去玩一下的 那其实是非常之 很健康的活动 那接着呢 你又吃完个午餐 跟着就送你回家的了 通常呢 初初呢 就给你试一下呢 就一个礼拜去一次啦 那接着呢 就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去 你可以去到一个礼拜去三次 那一个呢 就是其中一间的 Editor Program 在Sita Cottage 他们就是 都是东区的 温哥华的地区来的 那通常呢 你去到呢 他或者呢 就会分两组啦 一组呢 就是西人啦 另一组呢 是中国人啦 那所以你不懂英文的话呢 都仍然可以跟他们沟通的 非常之 非常之好的 那刚才我就说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家居护理啦 那刚才我也说了 他们提供的服务 是个人的护理的支援服务 那有些老人家就说 嘿 我很想有人帮我 吸一下层啦 做一下很简单的 家居的家务啦 那这个系统呢 就非常之可以 可以帮这些人家啦 他就是 Better at Home 都是 United Way的 津贴的 那他们都是 一群的义工 上门 帮这些老人家 那他们呢 就是 譬如可以 预约接送啦 譬如你去看医生啊 又或者做 很简单的 家务啦 有时帮你卖菜啦 有时冬天的时候 帮你散下雪啦 那他怎样去 申请这些服务呢 那刚才那些网站呢 你们可以去查询 给个电话他们 那 当然他们呢 都会收少少的费用的 好了 刚才我就说 就是 政府办的那些 入托中心啦 那就是要 见个案经理和你申请 那但是有些是不需要的 那在你的家附近呢 他们一定会有些 Laborhood House啦 就是轮社的中心 那好像这一间呢 就是Ford Hollow的Laborhood House 都是我们东区温哥华 在Rainfield街 甲三街道啦 那他里面呢 这个Laborhood House呢 就是不单止是给老人家啦 那又有 有小孩子的计划啦 又有成人啦 又有成人啦 但是他里面 也有很多 圆化给老人家的 那如果譬如你 喜欢是 打太极啊 又或者跳舞啊 或者Summer的時候 做一下圆艺啊 那那 Rainfield街道呢 是很多很多活动的 好了 那那些老人家都说啦 Rainfield街道在哪里啦 很难找我 我也不懂得上网 现在我介绍这个设计 非常有用 它是一个社交处方的计划 是社交处方的计划 那里面的工作人员 就是帮你去找这些资料 譬如我去邻近中心 想去找太极 去玩太极 或者去跳舞 那这些工作人员 就会去帮你 原来Ford Hollow是有的 是星期几 几点钟 那如果譬如我都不懂 如何去Ford Hollow 那他们也可以帮你去找资料 特别号巴士 你去到那里 是非常非常帮忙的 那你们如何去联络这些工作者 就是你看到的视频里面 去里面有几个地方 可以跟他们联络 那譬如像中桥互助会 在唐人街里面 刚才我说的Ford Hollow的 那些工作人员 或者是Callingwood的工作人员 都是在Wenfield街 甲廿尔街 那里 给他们一个电话 跟他们问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那在我的经验里面 我很多次都用他们 他们是非常非常热心 去帮助这些老人家 不懂得如何找到这些资源 好了 我来说完一大论的社会资源 那不如我们现在说一下 如何进入那些 譬如assistent living 我们帮助生日的设施 那你看到图片里面 是非常美的 真的很美的 里面很舒服的 那通常 就会适合这些老人家 都仍然独立自 就是独立生活 可以自主去做出权症 但是他们身体就有些差了 就需要一些帮忙了 那所以呢 他们就可能很适合进去 这些assistent living 一样都是我们的 社区的健康 卫生局里面的个案经理 帮你申请的 那通常我都告诉我的客人 你想进这些assistent living 的facility 首先你要用尽我们的社区的资源 就是说你要有你的家居 护理的服务 又或者你要去我们的 日间服务中心 那有时候家人 就会再请多些 私人的护理人员 这些都是计分里面 你合不合资格进去 那总金方面 他们都是扣除你的 自己入息的70% 那里面呢 就其实是 活动都很丰富 他们都有自己的活动 每一天呢 他们都有运动 那下午呢 他们都会有 譬如做客手工艺 有时候有bingo 他们有自己的巴士 譬如有些老人家 我想出去买些东西 我又不想服务家 家人 那他们呢 都会提供这些服务 譬如每个星期 或者每两个星期 去附近的 超级市场 那些 超级市场 T&T 那些 可以带你去 来接送你回来的 那 那 他们就 譬如 他们通常呢 就 会给 提供两餐的 午餐 和晚餐 他们 早上呢 他们是没有 早餐的供应 因为 有些老人家 不想这么早起床 那 那但是他里面有厨房 那所以你可以 啊 做个toss 或者喝杯茶 有些老人家 或者煮些粥仔 都可以的 那他们另外呢 那些服务的 那些人员呢 就会 每个星期 有时做一下很简单的 和你清洁 吸一下层 又和你洗一下衣服 那另外呢 就一个星期 都是洗一次凉 那虽然他里面 你里面的房间里面 都有洗凉房 有开放式厨房 和 那个睡房里面 但是他们都 如果需要 那些老人家需要 一个星期一次洗澡 他们的工作人员 都可以帮你 那又 可以帮你呢 就是 过来看你吃药 或者给你吃药 的 好了 我觉得我们去完 港元的 It's just a living OK 这一群老人家 通常是很独立 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 大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身体 越来越差的话 又或者 家人 照顾不了 即是 他们照顾不了 你在家了 那在这个时间 或者 我们会想一下 是否需要 进去 长期的老人院 就是我们的老人院 那 一样都是 政府 纸贴的 一部分 那我们应该说 通常都有三十多间的老人院 那 怎样申请呢 都仍然是我们的 公安经理帮你申请 他们会上来再评估你 那通常现在的情况 就是说 公安经理会 如果你合格 可以入老人院去等候的话 他们通常都给你一个 老人院的名字 那我很 赞成你们 去上去 和那些其中 如果你觉得 这间老人院 OK的话 上去和他们联络 进去参观 因为你们会知道 家里的老友记 是不是适合一个老人 那你就可以 放三个名字进去 那另外 如果那老人家 现在是等不到 我们这三间的话 他们都有一个服务 就是 emergency placement 那他就是紧急的 入院服务了 但是唯一的条件呢 就是说 你是不能选择了 哪一间老人院有位的话 你就要送这个老人家进去 那是不是说 我转不到回我三间的老人院 不是 是 如果他们有位的话 他们都会跟你 再问你 有没有需要再转介 你的三间的老人院 到那时候 你们可以再决定了 或者 又或者 另一个 情景 如何进入老人院 就是说 老人家 或者跌倒 送了入医院 当医院 快要出院的时候 再评估 这个老人家 不再适合 回家 他们都可以 由医院 直接入老人院 就像刚才所说的 是一个医院 就是说 哪一间老人院 有位 这个老人家 就会送他到那里 那我们说完那么多 老人院 社会资源 最后呢 我就想再来提 一下 再讲一下 预先的护理计划 那么 通常我们 中国人呢 一定多 都会做遺图 但是 遺图是什么时候实行的呢 遺图是我们 走了之后实行 但是我们再生 那么 有些什么 可以帮到我们的呢 那我就说一下 这两个 其中一样 就是 永久的授权书 永久的授权书 我叫做 Enduring Power of Opportunity 这个主要就是 帮你财务 或者法律上的决定 那 我其实是很贊成 老人家 是应该要做 一份 这个永久的授权书 为什么呢 有时 我们身体 开始差了 推不了银行 那怎么好呢 有时 老人家未必会上网的 那不可以 online checking 是吧 另外 又或者 这个老人家 中了封 中了封 之后 或者他们的神智 不是那么清晰 不可以决定任何东西 到那时候 他流下来的财务 是谁和他负责呢 又或者 老人家 他有需退症 for memory 那个机身越来越差 不可以决定任何的一切 到那时候 又怎么样 谁去帮他们呢 如果你没有做这份 永久授权书 那就会比较麻烦了些 所以 我是非常赞成 做一个永久授权书 那你就去公正人 或者 律师里面 做一份 这些永久授权书 当你真的需要有人帮你做的时候 那个时间就是 你授权哪个家人 在那时候 他们就可以帮你 做这些财务 或者法律上的问题 另外就是 一个代理的协议书 代理协议书就是 我们的representation agreement 那里面有两章 一章是第七章 一章是第九章 那在第九章来说 这个的协议书主要就是 譬如你将来进入医院 你想 你想 的意愿将来 你如果 医疗保健决定 你想 你的意愿是想做 是怎么决定 那就是 很这段时间 你未进医院之前 你可以去决定了 好过去到医院的时候 大家都很忙碌 又很紧张 又或者 心情好不好 那我们突然间 医生问你 你想做些什么 你想想急救 你想想测课 那时候 一大段跟你说的时候 可能还是不能进入医院 那不如 我们先去决定 或者问一下老友 你究竟想 怎样去帮你 你想怎样去决定 那这个是非常之 当你进医院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处理到 那在第七章里面 其实是一个合并版 那它就合并是一个授权书 就是说 一个 家人可以帮你财务 法律上的问题 你去决定了 你将来医疗的决定 你去决定了 你将来医疗的决定 你去决定了 这一张是合并了 那如果你想做这一张的话 那你就要去公正人 或者去律师里面 做这一张协议书 好了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资源的资料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或者去里面去看看 有没有需要有帮助的 记下他们 又给他们的电话去查询 全部这些都是社会资源的 这是我刚才说的题目里面 好了 最后呢 就跟大家 我们回顾一句说话 就是 我们中国人常说 家有一路 有一路 有一步 那就千万不要走步了 千万 那我们大家 就应该要珍惜 我们家里面的 这个活动部 谢谢大家 今天上来我们这个工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了 那以下有一些预告 我们今年 都七月八月九月都很忙 预告一下 那我们七月份 就是有两个日子定下来 已经是 一个是七月十二日 一个是七月二十二日 那也是上午举办的两个不同的讲座 是和浩热天气下管理慢性疾病的系列 第一个就是在炎下如何管理慢性疾病 第二个就是在山火墓里面 如何管理慢性疾病的技巧 是和气管那方面有关的 那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说 这是七月份的 然后到八月份 星期二八月十三日 就是如何用手机的程式 管理你的健康 那我们也是 由今天和我们说 《防止跌倒》的Wendy 和我们介绍这个项目的 那然后呢 八月十九日 就是回到今天的文语答的环节 那大家如果仍然有问题的 可以写上来给我们吧 那我们到时会安排 就是一年一度的中期护照会的健康一日谈 是定于九月十五日星期日 是全日的实体活动来的 那我们分别安排了两位讲者 一位就是专科医生 是说关于慢性痛症的管理技巧 好 另外一位就是家庭医生 就是说一下 如何用手机程式管理你的健康 希望大家留意吧 那我们联络我们的方法 有很多种的 那现在在 螢幕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 和我们保持联络 订阅我们安康电子通讯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加入我们安康电子邮件的通讯系列 有讲座有活动的时候 我们会直接通知大家 我们安康非常多谢 BC省卫生厅患者为伴的 项目的支持 同时也很感谢我们社区的合作伙伴 多谢各媒体的合作伙伴 多谢在举办观看中心的社区的合作伙伴 多谢在举办观看中心的社区的合作伙伴 最后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主讲嘉宾 包括何文威医生 姚远芬等等 最后也要多谢我们所有的几位翻译员 在幕后和我们做今天全日的翻译的 Shiny, Susan, Linda, Adam 以及多谢L&B Interpretation Services We thank all the interpreter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Services for doing artwork for us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好多谢大家今天抽时间来参加今天我们的讲座 我们到此为止 讲座的时候也会见到大家的 我们到此为止 我们到此为止 大家看见到我们的帖 我们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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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谢